有个网友说 过来人的心得 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人生起起屠夫 但是人这种动物非常奇怪 老是呢 想折腾 如果你不找个事情折腾呢 那你肯定就是折腾自己 你看那些美国以往的总统 在位的时候 人都特别精神 特别有干净 从总统的职位上一下来 立马人就加速 快速衰老 就好像日本有个名人说过 你得有工匠精神 你得找一个视野来磨练自己 通过这个磨练的经过来修行 如果一个人啥也不干 也没有任何目标 迟早会衰老 迟早会无所事事 人就是这样 如果没有追求 就会每天无是生非 当然赚钱也很重要 这个过程是个修行的方法 小红书 小红书